明天呢,大家好,我是马尼泰凯拉萨的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lmashiver上师 在这个录像中呢 想要呼唤所有的 从凯拉萨来的灵魂 也就是在收看这个视频的你 这个讯息就是要传达给你 在这些天的女神的答险和 阿卡西阅读的这个项目当中呢 女神不停地在给我们传递 一条讯息,到了昨天呢 还有让我们更加震惊的现实 就是原来 为了实现Palmashiver 也就是尼西亚南达大师 他的这次来到地球的使命 有所有的这些 为了这个使命而投胎 也就是说为了这个使命 作为自己人生 存在唯一目的的这些灵魂 也就是我们 为了凯拉萨的事业 为了人类的开悟事业而 发生的这些人 在幻象中无法自拔 忘记了自己投胎的目的 而在自己的恐惧和贪念中 进入到了玛雅的这场游戏 没有去做自己 在投胎的时候 跟Palmashiver 发愿要做的事情 就是凯拉萨事业的建设 和人类觉醒事业的建设 因为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没有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造成了现在地球上这么大的灾难 包括新型冠状病毒 对人类的生命的侵袭 以及各种各样的大的自然灾害 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因为要来救世的这些人 没有救世 我们对Palmashiver的宣告没有实现 所以呢 这个现实在昨天女神揭示给我们 听了之后呢 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震惊 原来我们以为 我们作为Palmashiver的战士 作为凯拉萨来的灵魂 是来救世的 但是没想到 因为我们没有拿起责任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反倒给地球带来这么大的灾害 灾难 所以呢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如果之前 你还能允许自己在幻象中沉沦 认为自己灵性提升的强度 不需要那么高 自己不需要从玛雅中挣脱出来 还要让自己在幻象中沉沦 以为自己是负担得起 那么现在你要知道 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生命 你在跟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你也在跟所有其他地球人的生命开玩笑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容忍 也不能有任何其他选择的一个现实 就是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要拿起责任 站立起来 要去面对自己的使命 要去开始 实现自己投胎的唯一的目标 就是人类事业的 人类的开悟事业 开拉萨事业的建设 只有Parmashiva才是我们这次投胎的唯一的目的 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幻象 我们来到地球不是为了过地球人的生命 我们是为了唤醒人类 给未来的人类一个全新的开悟的家园 就是开拉萨 只有开拉萨事业的建设 才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的目的和意义 也是我们每一天要做所有事情的使命和目标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收到这个讯息的同修 大家都要醒来 这就是Parmashiva对你的呼唤 如果你还在幻象当中 你要立即的放下自己对所有一切幻象的追逐 要知道自己的人生只有开拉萨事业的建设 才是最终极的目标 当然当你能够在自己的使命之前 站立起来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你的人生的所有其他的愿望 都是师父的责任 你的人生会因此而有一个更好 更强大 更富足 更健康的现实 你想要做的一切 不仅仅都会发生 而且比你想要的还要好的现实 也会发生 但是相反 如果你继续沉沦 明明知道自己的使命不是玛雅 但是还要自己沉沦在幻象当中 或者是你在做自己事业的强度 还不够高 还允许自己有在师父以上的其他的选择 自己的贪念和恐惧 自己的对幻象的追逐 自己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还在逃避自己的使命 那么不仅仅你再跟自己的人生开玩笑 你要对地球现在在经历的大的灾难和所有的这些生命的 牺牲呢 要负全责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严肃的现实面前醒来 要开始拿起责任 不要以为你一个人的觉醒 不代表什么 很多同修觉得地球上这么多人 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是Parmashiva 一个灵魂的觉醒就能够带动 整个宇宙就可以改变行星 整个宇宙行星运转的轨道 所以你的觉醒意味着 无限的灵性开悟的意义 所以请所有的同修都要清醒 你要对自己的使命负责 你要拿起全部的责任 就算是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为了灵性的开悟站立起来 你也要去坚定的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就是你投胎唯一的目的 而且地球人的存在 就是掌握在我们少数人的手当中的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而且你一个人的觉醒 就可以给地球一个质的变化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说得到 这个Parmashiva给你的召唤 能够在当下立即的在幻象中醒来 拿起你来到地球的责任 就是开拉萨事业的建设 你要开始全力以赴的去 实现你的SJP的捐赠的使命 全力以赴的做丰富他人的活动 让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都收到这个Parmashiva的讯号 这个呼吁 让所有人都能醒来 立即的全力的为人类开悟的事业 做出贡献 让所有的从开拉萨来的灵魂 都从幻象中立即醒来 这是Parmashiva对这些人发出的紧急的呼唤 希望大家都收得到这个讯息 并且把这个讯息传递给我们身边 所有的开拉萨来的灵魂 这是我们的灵魂 要觉醒的时候 因为已经太晚了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每天能灯